春节海外国人返乡潮 加上15号起返台居家检疫者需一人一户 双北防疫旅馆吃紧 引起旅外经商业者恐慌 担心无法回家过年 我打了几家新北居家的隔离酒店都订不到房 马上就要过年了 台北市政府将祭出11号到28号 北市防疫旅馆只限台北市民入住 重新盘点北市防疫旅馆空房 所以预计到一月份 一月底可以再增加450个床位 所以加起来大概可以到7000个床位 这是第一个我们供应的量 我们以市民优先 但是如果有剩下的房间 我们一样会提供给非台北市的市民 至于新北市的防疫旅馆 虽然优先提供给新北市民 但也表示会支援金门马祖 澎湖外岛民众 我们一定会去支援我们离岛需要的防疫需求量 可以把住家让给我们回家 居家检疫的家人 就可以打三折到五折 住到一般旅馆 家人可以住到这边 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则决定 开放1500到2000间中央集中检疫场所 供海外国人使用 但不可自行选择检疫所地点 由指挥中心统一调度 预计在1月8号起 可以登入入境检疫系统的网页 而且完成线上刷卡缴费 不分本国人外国人 都是每天新台币2000元 面对防疫旅馆总量可能不足 交通部长林佳龙召开会议 演绎推出安心旅馆的替代方案 让检疫者待在家中 换成家人入住一般旅馆 传出每位检疫者的家人 一房补足800元 但交通部表示还在演绎中 原事新闻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